人生该做的事情无论太多或太少 过游不及都会让自己生活得很迷惘哦 我是吴洛泉 你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忙到蜡烛两头烧 却还是没有办法经过家庭与工作 现在就让我介绍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 选三哲学 在我所讲授过超过200次的时间管理课程当中 我发现很多的学员之所以报名缴费上课 都是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以便于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其实在我的时间管理课程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是鼓励学员应该先思考 学习时间管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学习时间管理最重要的意义 应该是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并不是为了能够做更多的事 而是能够更聚焦于自己的人生目标 那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人生区分为工作 睡眠 家庭 运动 朋友 五个面向 而你每一天只能选择三项的话 你会想要选择哪三项呢 你想好你的答案了吗 我相信你一定感觉到有点为难 而且每一个人的答案也可能都不太一样 选三哲学是一本逼读者必须要每天做出选择 同时也帮助你认识自己人生价值观的书 这本书开宗名义就提到了不平衡的人生 作者认为人生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衡 你必须要能够做出取舍 这本书的作者资历相当特别 兰蒂祖克伯 她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现任祖克伯媒体事业的执行长 当然更重要也更吸引读者的另外一个头衔 她是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伯的姐姐 极高的声望加上令人望尘莫及的学历 当然是这本书吸引读者目光的原因之一 不过当你认真读完这本书 了解只要聚焦三件事就能够解决工作的两难 搞定你人生中已经超载的代办事项 让你在工作睡眠家庭运动朋友各方面都能够满意 你就会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的名声 其实是相得益彰 名符 其实 作者兰蒂至少身兼CEO跟妈妈这两个角色 他出席公开讲座时 常被主持人问到如何兼顾家庭与事业取得平衡 经过几百次的发问后 他索性直接回答 我做不到 他认为人生是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平衡 你必须要能够做出取舍 每天只聚焦于三个面向 在我自己的作品 人生每件事都是取舍的练习当中 也提到过类似的概念 当你懂得取舍就更能够聚焦于自己人生 真正想要的 虽然取舍一定有牺牲 但令人感到安心的是 这本书虽然鼓励你 接受不平衡的人生这个事实 但却没有让你放弃任何一个面向 只要你能够每天在 工作睡眠家庭运动朋友 这当中选出三项来做 长期下来你反而可以拥有一个 虽然不平衡 但却很满意的人生 相反的 如果你每天只想着 要如何面面俱到 怎么做才不会有偏差 怎么做才不会得罪任何人 你就会像一只无头苍蝇 让自己忙得团团转 你必须要先认清事实 工作和休闲 难以在同一个时间兼顾 毕竟每一天都要全方位的面面俱到 照顾到每一个面向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对人生许多选择 一一做出取舍 其中有些取舍来自有意识的选择 有一些取舍其实是情势所逼 你也控制不了 例如我的工作本来就非常忙碌 二十年来因为母亲中风的关系 每个星期都必须陪伴就医 两年前家母突然被诊断为癌症末期 大概有一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都忙碌往返于医院 做各种检查与治疗 疗程告个段落之后 每个星期还有四次的治疗与定期的追踪检查 我必须在自己的人生药物当中 做出很多取舍 而这些取舍有时候都来自本能的反应 我没有办法用理性去思考 只能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但至少我在每一次做出取舍的时候 都不要让自己太为难 受过境迁之后 也不要让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 因此我看到选三哲学说 人生有五大面向天天都要抉择 我的感受特别的深刻 第一个面向是工作 你投入时间去做 因此而获得有形或无形的报偿 让你得到赖以为生的价值或意义 第二个面向是睡眠 这件事情几乎占掉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 当然前提是你要够好命 每晚睡得着 而且睡眠品质也很好 第三个面向是家庭 可能是你的原生家庭 或是后来你所建立的家庭 这个家庭不一定跟你有血缘的关系 你甚至有一个非常前卫 非传统式的家庭 不管你怎样去定义它 你的生命当中的家庭 它确实是你的选项之一 第四个面向是运动 这里所指的运动 也不只是狭隘的运用健身房 那里的器材来健身 而是只能够照顾到自己健康的所有活动 包括身体与心理的适应力 良好的情绪表达 以及有益健康的饮食 第五个面向是朋友 除了友谊 相关的当然还有兴趣跟嗜好 总之就是工作和家庭之外 能够让你觉得生活有趣的人事物 或相关的活动 先确立人生的五大面向之后 表示重要的时刻到了 也就是排定优先顺序 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够手软 而且非常抱歉 你也不能够五项都选 今天不行 改天也不行 每天都只能选三项 全神贯注地做好你所选择的这三项 如果你想要把该做的事情尽量做到最好 就只能选三项 或许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困难 但幸运的是 你每一天都可以从这些选项里 挑出新的一组 集中精神 在你所挑出的这三个项目上面 你可以挑选和前一天相同的三项 或者换个方式 挑出不同的三项 完全由你决定 也许是周间固定选择某三项 周末选择另外的三项 有可能是夏天选择某三项 冬天又选择另外的三项 当然你也可以每天都变换不同的组合 但最重要的精神是 就是你只能选三项 选三哲学是要让你在短期之内 能够专注于某一项 长期看来却能够兼顾所有的项目 因此不论是短期或长期来说 都是最棒的选择 再强调一次哦 每天只能选三项 虽然你想要尝试做到更多 但毕竟每一个人都不是全能的 每一个人也都只有24个小时 你必须要一直提醒自己 人生追求的是品质 而不是数量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聚焦于比较少的事物 会让成果更好哦 有一间日本银行把员工分组观察 A组是在短时间之内切换不同种类的工作 B组是同一时间只做一种类似的工作 结果发现 A组比较没有生产力 B组的成果比较好 也比较开心 研究显示固定时间内不断切换工作的内容 会耗损资源并且用掉更多的记忆空间 会让觉得有压力并且限制了某项工作专精的能力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增加活动的种类 会觉得比较没有生产力 因此也降低了快乐的程度 想要彻底实践选三则学 提醒你必须要把握五个原则 原则一 只能选三项 工作、睡眠、家庭、朋友或是运动 总之你只要选三项就好 第二个原则 不要害怕 反正你明天就可以选另外的三项 你不需要为今天的选择后悔 选三则学最棒的地方就是 隔天醒来又是全天的一天 有全新的机会让你挑选三个不同的面向 来专注做好它 第三个原则 不要有罪恶感 你要提醒自己 绝对没有办法做好每一件事情 你只能从容的 把你选出的这三个项目做到最好 不要浪费时间再愧疚于那些 你没有选到或没有做到的事 第四个原则 好好去做 如果你选择三项 却还是没有办法全新的投入 那就辜负了自己的选择 第五个原则 详细记录 我认为 这是除了做出选择之外 最关键的成功因素 你必须很确实地记录你的选择 才能够交叉比对 看出事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 描绘自己生活的样貌 请你每天把选定的三个项目记录下来 过一段时间回头来解释 是不是五个面向 大概都有被选到 而且选到的频率差不多 你可以用纸笔或用手机做记录 写下你每天所选的三项 你就能够描绘出生活大致的轮廓 以及你后来可以再往哪一个方向 继续去努力 选三哲学让你能够更专注 更清楚优先顺序 并且在你选择的范围之内 采取具体的行动 在每个星期结束的时候 你就能够快速地浏览一下 知道你在这个星期把时间和精力 花在哪一个面向最多 你最关注的领域成果如何 并且整体评估 接下来需要改变或调整些什么 例如你非常明确地知道 接下来的几天或几个星期 会非常投入于某一个项目 那么你现在就要尽量选择其他的项目 以免生活失控 如果连续几天都睡了太多 或工作时间太长 就会导致整个人生明显的歪斜 选三哲学让你每天聚焦于三件事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构想 你可以一边实践一边实验 透过详实的记录 来了解自己的选择 描绘出生活的样貌 一旦你发现整个生活的趋势 有特别倾斜于某一个面向 或长期忽略了另外一个面向 从你意识到的那一天开始 你都可以重新调整 创造全新的自己 当然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同 所区分出来的五大面向 也可能不一样 选三哲学所规划的五个面向 是为了方便一般人归类 你不一定要因此而受限 有些人可能会把旅行 视为人生重要的面向 对某些人来说 社会公益的重要性可能远超过于其他 无论你要如何区分你的生活面向 也不论你选择的三项是什么 其实都可以透过你排列的优先顺序 反映出你的人生价值 帮助你实践你要的人生 最后让我做个简单的总结 对自己人生选项做出取舍 势必有所牺牺牺牲 但是这可能是良性的牺牲 除了可以帮助你去无存经 也可以让你更清楚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形塑出专属于你自己的人生价值 以上跟你分享的是有关 选三哲学这本诗 我的读后心得 也希望你留言告诉我 你都怎么选择呢 而想要正确地为人生做出选择 你需要充分地认识自己 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 《灵觉醒》这本书 教大家怎么透过觉醒振动 来翻转命运 最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把影片分享给那些 为自己时间掌握 感到困惑的朋友哦 幸福书房 我们下次见